最近台湾小鲜肉王大陆人气相当火爆 电影摇摇不断的似乎啊 因为工作忙碌被同学爆料 他很少到学校上课哟 怀疑他是为了躲兵役 学校甚至帮他设计一个专属课程 更被系主任警告 因为语文已经不及格两次 如果大二出席率过低 就会面临被退学去当兵的危机 举其现年25岁的王大陆 目前就读道江科技技管理学院 2015年从该校的传播系 改念表演艺术系 并从大一读起 优异的演艺成绩让他荣获 在校生特别表现奖 据媒体报道 颁奖当天 他从校长手上领过奖道离开 只花了5分钟 对此表演艺术系主任表示 王大陆过去因为念过该校传播系 所以有些共同科目已经修过 再加上表演艺术系大一学分不多 强调他因为是现场演员 所以有些科目可以靠演出拿到学分 可能因此有同学不了解造成误会 另外他的经纪人表示 王大陆每次回台都会到校补课 课程虽然有浓缩 但考试有按照程序早 而且很认真学习 并强调他会很自爱